6号台北市党部执委会 就根据有人举报 他就做了开除党籍的决议 不满发表言论却被检举破坏党预 而且北市党部还受理 不等结果出来 民进党立委郭正亮172字声明 抢先宣布退党 会送到执委会做出开除决议 这个是第一次 这个就是一个政党对党内言论自由 它的一个尺度的展现 我不会对那个部分做争辩 尊重党部决议 那我自己就退出了 党中开闸前退党同志 也没打算挽留 虽然郭正亮坚持君子绝交 不出恶言 但党内似乎没打算跟进 郭正亮为了赚取通告费 跟中共沆瀣一气 用不实言论错假讯息 来破坏国家团结 令人无法与其同道同盟 面对国内外很多的一些认知作战的同时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能够思考 就是谨慎的善用这样的言论自由 来确保台湾的民主自由 赖瑞隆也要小心被政府认知作战 你要做推论 要做质疑 你是不是都把他理解为抹黑 质疑标榜言论自由的民进党江城一言堂 同样勇于表达不同意见的 还有被点名的立委高家园何志伟 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加上吴子佳与郭正亮 这被戏称为监委吴国瑜的组合 已经少了两人 下一步是不是就是九个一大选 批评行政院不手软的监委瑜呢 我已经被枪比好多次了 网罗这一些文字语 我觉得对党是伤害的 曾经的立院前同事来送暖 近30年党龄终于还是要分手 点滴在心头的恐怕不止人情冷暖 还有曾经的共同价值也跟着远扬 TV新闻刘立成林家贵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